國民黨現在顧著而言他 為什麼國民黨當時提的這案子會被痛批 因為徐興營提出了一個 從1992年 立法委員全面改選而來 唯一一個立委 提案要把84條 把它給刪掉 然後其實我國民黨現在 夺倉皇 蒼白無力的辯護 他們這兩天 那個國民黨立委跳出來講說 總統府秘書長林家隆當立委的時候 也提案過把83條第四款給刪掉 我剛才把它調出來了 林家隆版本 84條從來沒有刪過 所以我講83條第四款 可以討論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但規則是第84條 緊急的預算 可不可以直接拨用 徐興營是提案 直接把緊急拨用都刪掉 所以少在那邊扯東扯西 唯一一個立委 就是國民黨立委徐興營 提要把84條 這個所謂緊急預算 拨給相關單位 來影響救災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版本 到達了 到達了